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今天谈一下呢 2024年倒数59天台湾国运出大事 好台湾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些弊案 搞了几个党都一起出来 弄得全民皆兵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等一下依赖清德的命团来跟大家做解析 好今年的风水格局是2024年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很重要 九宫风水图里面呢 来农历这是1234月 这个三个位置是农历1234月 接下来是5678月 到7月这边 4月5月6月7月到这边 那现在是农历8月刚好进入五黄萨开始 看到没有 好农历9月正五黄萨还正冲 双甲榴莲双甲太阳化双基 亥呢在农历的10月呢 是赖清德的本命月 他虽然不是农历10月生的 但是他属猪喔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赖清德的命盘呢 是从10月开始走地空地劫 那走地空地劫的话 他农历9月呢是命生同工喔 而且那个位置呢 刚好呢 太阳化双基 太阳化双基代表什么 暗淡无光喔 所以呢赖总统的运势呢 赖清德的运势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农历8月到9月到10月 这三个月都不太好 所以为什么是国运出大问题呢 59天以内 那59天我看啊 一个月30天嘛 那这个月已经剩下十几天 所以呢到农历10月之前 问题重重 最重要出现在哪里呢 天激化季 他的大运里面天激化季呢 到了11月以后呢 可能搞到呢 重判清理 表面上是看起来和谐的喔 他拿化季是表面和谐喔 但实际上呢 暗中 大家呢 怆哀怠 因为他 看到他的 联历风行的一个作法 柯文哲现在说不提探告 然后呢 国民党跟民进党 一堆人在打压他 那接着下来呢 国民党会不会呢 还有事情呢 然后呢 民进党里面还会有人出事吗 肯定会有 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从这边看的话 太阳化双击加文昌兴 最少还有两个到三个人 一定会出大事 再容易就会 而且王煞政充是五件大事齐发喔 就是说我们在战争的时候呢 那个枪要炮弹 然后呢 还有核弹级的爆炸案一样的 都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赖清德的命盘 等一下我们一样来解析 现在先讲一下 赖清德吹响反弹号角 赢的形象 却也付出了代价 在今年七月间呢 积压涉滩的前 陶宁市长郑文燦以后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赢为台北市任内的金花城案 遭到积压 总统赖清德上任刚过百日 成功吹响反弹号角 那树立领导威望 只不过这两次的挥刀呢 遭批评透过司法整肃一己 赖清德赢得了树滩的美名 却可能要付出派系恶斗 朝野对立的代价 好 国民党现在呢 还派出的人呢 去告了柯文哲 还有几个打手 拼命的在打柯文哲 不管是议员也好 或者什么 反正我看到好几个打手 都在打柯文哲 好像是跟这个民进党一起合作一样 先把柯文哲打到烂打到死为止 那接下来的话呢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哎国民党不要忘记了 你在立法院的席次只有多了民进党一席而已啊 赖清德为了呢 他这四年的总统思路坎坷难行啊 所以他不打这个最好打的柯文哲 他打谁呢 好那么接下来 对于郑文燦跟柯文哲 两个政坛要脚先后卷入司法案件呢 赖清德受访时一再强调尊重司法 不针对个案表达看法 但不分政党不问任何人 只要有证据就依法侦办 可见呢 是不是有民进党内部的人人人自为呢 那为什么郑文燦关了47天以后了又放出来了呢 还交保了 不过呢赖清德开了司法侦办绿灯以后呢 检调单位满血复活 哇现在开始呢检调单位不得了了 政治人物涉贪案件呢陆续呢遭到检视 那所以呢 肃贪行动呢顿时成为赖政府上台第一要务 为了铺陈呢 他的总统之路要不要坎坷难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都知道他现在是掰他的进户 把国脚进户 为什么 立法院所有的法案都很难通过 因为就民众党加上国民党嘛 这两党一合作的话不得了 他根本都是寸步难行啊 所以他只能这样干吧 先把这个柯文哲人头拿下 然后呢慢慢的整肃一几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因为民众党呢有八席的立委 会不会因此呢群龙无首 大家就心生害怕 然后呢就被整肃了呢 好如果是这样 现在国民党都出来打 那国民党是准备啊 跟赖清德合作了 好就让他在立法院也是开绿灯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国民党是不打算跟民众党合作的 看起来 好那你可以用好好来想一想 这到底是原因出在哪 中间的猫腻是什么 我要告诉各位 国民党呢派了几个打手出来以后呢 这几个打手每天在爆料 每天在爆料 每天在讲东讲西 好那讲东讲西呢 哇那民进党刚好呢 趁势而为 民进党就一堆人也出来 趁势而为 想到这种情况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情况吗 我真的不敢想象哦 好那国民党是准备 跟赖清德合作了 看起来 好 面临少数政府困局呢 施法成为赖清德 直改的利器 2022年总统及立委选举的 民进党呢耐消费以40%得票率 击败国民党的侯康费 及民众党的客营费 耐清德成功入主总统府 开启民进党连续执政三届开端 不过呢立委选举结果呢 民进党却失去国会多数的优势 不像小英政府当时的绿灯是全开了 连立法院要几个兆 几个亿几千个亿 随便都一秒通过 现在没办法 所以呢 在清德上任以后呢 不是行政院长也提了个法案嘛 说八千亿的什么法案嘛 我已经忘了那个八千亿法案 因为最近被柯文哲的问题 大家搞得民心大乱 然后呢现在呢 因为法案不能通过 他只好寻求让立法院呢 暂时呢 民众党没有力量 唯独民众党没有力量 他才会更有力量 所以呢国会遭遇在杯葛呢 赖清德曾在民进党中常会下达指令 要求党籍立委呢举手赢不了 但论述不能输啊 要党公职人员跳过国会 直接透过论述争取选民认同 一时间呢民进党公职人员 纷纷呢开启网路直播节目 透过节目宣传理念呢 网路侧业也未停止过对 在野的攻击 那政府虽然上台了 但仍从大选的对立氛围中走出来 还是继续在对立 不能开绿灯 不能全部开绿灯 我就继续搞对立 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法案太多不能通过 提法案等于是什么 要丢到大海里面去一样 大家应该就知道嘛 民进党提的法案啊 我不是说国民党的 如果这样继续打下去 我相信国民党提的法案 搞不好民众党也不扭怕 再看吧 就这会乱成一团啊 绝对会乱成一团 韩国瑜再厉害哦 有没有办法把民众党受变 全部都受变哦 现在大家群其愤慨哦 然后呢 敌死不从 就是柯文哲现在被搜压的一团 民众党敌死不从 那后面呢 会不会有人偷跑呢 那就很难讲 就很难说 群龙无首之下 有些人就会怎么样 有可能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但郑文燦树立党内领导权威 科案呢 将掀起政坛的血腥跟风暴 这个血腥呢 好像血滴纸一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赖政府上任不到两个月呢 司法就挥起了反腐打贪哦 大旗 第一个砍的是自己内阁成员 海基卫董事长呢 郑文燦 由于郑文燦成是赖先得选总统时 党内潜在的对手 赖政府这一刀招外界认为是 先铲除党内对手 藉此树立了党内领导威权 他的权威 对于呢郑文燦遭到受压 那民进党内人士多数晋升未敢声援 现在是不是蔡英文当总统 蔡英文的小英男孩遭到呢 宪政总统赖清德的树摊大旗 在他的大旗之下 没有人敢说话 好 郑收贿证据确凿 派系人士私底下虽有不满 却无力造反 赖清德党内地位定于一尊 那真的就这样子定于一尊吗 我想呢反对的声量还是会有的 只是呢不敢说 就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为什么 怕打到他们自己吧 对因为派系太多了 好 那么安内之后呢 赖政府的司法大刀再度挥刀 这次呢看向第三大党 党主席克文哲 总统大选期间呢 克文哲呢 八年台北市任内的 所有作为遭对手检视 包括台治科啦 金华城啦 叮叮当当一大堆啦 我们就不照本宣科啊 大家都很清楚了 对于北市长任的相关司法案件呢 那当然克文哲自认是可以的 经得起考验 但是呢我们还在物理刊花 对不对 不用物理刊花 很快就会有一些水落死出了 因为他也不交保了 那检调就要在两个月之内呢 给他一个交代吧 如果是证据确凿的话 那我们每日都在关注着这一出司法大戏 好 宫廷内斗 宫廷内斗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中国的古代历史里面呢 可以看得很清楚 很多的宫廷内斗杀自己的父母 杀自己的兄弟 算啥啊 别人当然要杀了 对不对 更何况呢 自己人都敢杀了 兄弟姐妹 父母都敢杀 为了保大胃呢 啥是干不出来呢 这就是人类最可怕的地方 你不觉得吗 中国的清朝也是如此 杀父杀母的 杀兄弟 都有 那你说叫他杀个外人 小事一桩啊 十个都杀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政治的一个情况呢 令人触目惊心 好 所以我们也见怪不怪了 对我来讲是见怪不怪 我不知道大家见怪得怪吗 应该不怪吧 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今天早上呢 看了一个朋友他当医生 非常有名的医生 他跟我讲说 哎呦 党的下面就是一个黑字嘛 你不黑不成党 好 所以呢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呢 日前在中常会表示 其实这段期间呢 民进党反贪 素贪大席摇得非常好 但他还是要提醒赖清德 要有足够的证据 办到底才是素贪 否则就是呢 政治清算 司法绝对不可以变成 独裁者挥舞的鞭子 要变成社会公平正义衡良的词 国民党一定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当然他是党主席啊 那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就是朱立伦嘛 那柯文哲目前遭到收押禁见嘛 那检林侦办动作能在持续中 好 那怎么样因应 我们看到小草又出来了 2万多人 然后呢线上看直播的 那馆长也站台了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还有很多宫廷大戏 有待后续继续观察 那我们先来讲讲 最近呢 这两天 美前四星海军上将呢 澳洲前外长呢抵台赖清德 中国军事行动对全球造成巨大的挑战 好 中国大陆呢 从来都不认为赖清德是会 一个可以协调的人 赖清德在选举的时候说 他要跟中国大陆的习近平吃晚餐 我看没吃晚餐喔 中国大陆已经对我们死心了啦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嘛 中国大陆的习近平认为赖清德就是顽固分子嘛 就是台独顽固分子嘛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是台湾能独立啊 但问题是能够吗 好 现在不就是台湾是一个政府吗 中国大陆是一个政府啊 那只是明着没有讲说台湾独立而已 但是就是给你自己有自己的总统嘛 要不然你怎么当上总统 如果你不是独立 还可以选总统吗 赖清德还有能机会有当总统的机会吗 根本没有机会吧 蔡英文有机会当总统吗 马英九有机会当总统吗 我这样讲好了 对不对 大家应该听得很清楚 台湾如果不是在中共的九二共识之下 他说好就让你自治嘛 那你就自己选自己的总统嘛 啊我就不干预 但是现在 因为从小英政府开始 跟美国的友好关系 然后接着下来呢 当然大家就想 赖清德更是台独的顽固分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台独精顺大家都很清楚 那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现在台湾不是独立吗 否则怎么选总统 我想请问各位 你如果台湾没有独立的话 只是名义上 没有说我是独立的 名义哟 我讲名义 实质上就是独立的 选总统嘛 否则赖清德 蔡英文 马英九 陈水扁这些人可以当总统吗 没份吧 你看看 他们一个省啊 光是广州啊就一亿多人 我们是两千三百万人 你觉得中国大陆 他不是跟我们和平相处的话 我们还能选总统吗 我们还有自己的行政院吗 我们还有自己的立法院吗 有吗 我想请问各位 能够吗 好 那大家都忘了 蒋金国 蒋中正 蒋中正来台以后呢 他就自诩为总统嘛 对不对 我在台湾国嘛 台湾就是一国嘛 所以呢 他说要反攻大陆反不了嘛 那结果呢 他儿子接任了总统以后呢 想到出茶淡饭 然后积极英文为百姓呢 创造了十大建设的蒋金国 想想看 中国大陆有拒绝吗 没有啊 还是让他当总统啊 有打我们吗 也没有啊 是吗 然后呢 接着下来 他开放了中国大陆探亲以后呢 所有的商人都回到 都去了中国大陆 不是回到 有些是回去了 有些就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了 三十年下来如火如土啊 不是嘛 我就不知道脑袋瓜是怎么想的啊 我这把年纪哦 我想想哦 我这一路走来 看到这个台湾的政府是这样子 一路一路一路 叫每天都搞那个台独意思 哦 我一定要台独 你现在不就台独 要不然怎么当总统啊 嗯 小便是吗 只是明着 不能讲台湾独立而已 美国也不是告诫我们嘛 跟蔡英文说 你只要不讲台独两个字就好啦 要不然你怎么叫蔡英文总统 要不然叫赖清德总统 我们还有自己的行政院 我们有自己的立法院 我们的监察院 什么院都有 还有司法体系 对吧 还有可以政党 哦 这边弄一个党那边弄一个党那边弄一个党 那边弄一个党 那台湾的党真多啊 真吓人 一个人的政党没有啊 我看的真的很好笑 每一个都想当总统啊 我觉得脑袋瓜是有病的 好 那所以美国前上将呢 澳洲前外长呢 一同觐见赖清德 美国退役四星海军上将呢 埃里斯金帅美国 史丹福大学的福活研究所 台湾在印太地区计划呢 访团 澳洲前外交部长呢 潘恩也随团前往总统府 府方则有总统府赖清德亲自接见 并由国安会秘书长呢 吴钊燮陪同 好 我们不要讲台湾现在有什么样的成果啦 齁 台湾最近的成果就是齁 就是齁 最好就是把所有人都打趴了以后呢 叫一党独大王这样最好 好国民党也快被打了不用开心啊 我都觉得国民党会被打 你也不用开心 真的啊 我跟你讲 接下来没有人会救国民党的 你看好了 这个好戏还在后头 台湾要大乱 要大 而且会乱成一团 然后呢 看到没有 现在经济搞的乱七八糟的 我们有想到什么经济好的事情吗 没有啊 台湾有多少人啊 生活非常辛苦啊 对 那 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军事行动对台湾呢 马英九时代怎么没有 诶 那小英上任的四年也没有哦 到后来因为裴洛西来台湾以后 就是明着挑衅以后 中国大陆才开始封锁台湾所有的港口 台湾经得起封锁嘛 一个礼拜就挂了嘛 经得起嘛 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全部靠进口 很多东西靠进口 封锁 封锁 不要说一个礼拜封锁 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就差不多要打挂 有也没了 什么都没 你怎么进口 没有办法 所以呢 其实奈青德 大家都很清楚他的作为 那接着下来 我们来讲讲他的运势 中国的军事行动 是因为呢 吃了铁锁秤了心 否则你看哦 我们在之前 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台湾已经胃脏了 他有没有去挑衅中国大陆 没有 他没有挑衅中国大陆 我想想他那时候 台湾的钱真的很容易赚到 百姓生活很不用那么辛苦 小老百姓上班族 也可以有很多的奖金之类的 现在没有 唯独科技也好 其他还有什么好 没有 大家都坐外面小哥 开车 我讲到这里 现在台湾的年龄层越来越高了 到了2025年以后 我们的超高年龄层 跟日本差不多了 还能打仗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能打仗 好 赖青德的运势 我们先来讲一下 他这个大运里面 从56岁到65岁走完了 66岁到75岁走戊城大运 文曲画剂加上呢 天机画大线剂 两个画剂连结在一起 今年太阳画剂这条线也断 表面上赢得了声望 表面实际上并没有 我想呢 民进党里面呢 也很多人人自为啊 苏贞昌会不会被树摊啊 苏贞昌 苏贞昌你会不会被树摊啊 然后还有呢 一大堆 陈其邁你会不会被树摊啊 国民党谁要出来挑衅再选总统是吧 选不上呢 不一定会帮你树摊 但是呢 还有国民党的 对 小燕子会不会被树摊啊 有可能 因为他威胁最大 下任总统他威胁最大 对吧 好 我想呢 这个民主的国家呢 很多人觉得蛮失望的 因为呢 都是 选输选赢 不管如何 要以百姓为义归 百姓的生活在痛苦之中 然后呢 很多人 老年人也没有工作 年轻人赚不到钱 外送小哥一个月赚个三几万块钱 还能养父母 所以呢 赖清德总统的运势 明年更惨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今年太阳化季是吧 明年更惨 太阴化季 好 今年呢 还振作喔 声望喔 没有办法再往上爬升 然后天机化季呢 一堆人会反他 我们看习近平就好了 习近平是最好的例子啦 习近平不打贪打涩吗 来呀 一个一个打挂 然后呢 他自己最厉害 对吧 那现在是 内部开始反他了 不就这样子 所以呢 当一个总统 如果全部人都要打的时候呢 都打到死为死 你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呢 你觉得这是真的 这个真的能够获得民心吗 有困难度喔 看习近平就好了 嗯 习近平不是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他所有的信心都挂掉 好我想呢 台湾呢 在未来的这59天 是很大的考验 我今天是与重心 你们不用在下方骂我 我也不在乎 你有选择 党派的这个意愿 自由的意愿 我也有选择我党派的自由愿 不是吗 我也可以不选择党派 我是中立的方式来讲解 好不好 希望大家不要在下方 留那个酸言酸言 没什么意思 你如果闲闲没事干的话去工作吧 好不好 1450就不用进来 现在有没有1450我不知道 你1450就不用进来 好不好 那1450是蔡英文那个时候的 现在应该比较少了 所以我最近 比较没有被骂到那么惨 好了 谢谢大家帮我按赞分享 开第二下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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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铛 り输人